然后就把门缝打开 就拿小抓子抓他 然后呢 鱼丸就也不怕 就继续在旁边赖 然后赖的时候 还发出那种 这种叫声你知道吗 然后呢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他们两个是 就鱼丸感觉不怕超火了 就很想 跟超火玩 然后他们两个就隔着那个门缝 就是玩了一会儿之后 超火他就走开了 他就走开了 然后后来呢 鱼丸一看到超火走开了 他就急了 他本来还在床上 就本来还在那个地上赖 然后突然就站起来 然后就把头伸到那个门缝里面去看 看超火在干什么 然后我就慢慢的就把那个门缝拉大一点嘛 就想着让他们看 后来鱼丸就趁这个门缝大 就冲出来了 冲出来了之后 然后马上超火就扑到他的身上去 然后超火就在啃他 就是就是趴在那个鱼丸身上 然后鱼丸就趴在地上 然后超火就用那个嘴巴就啃 啃那个 啃那个鱼丸的脖子 我以为他们两个在打架 但是我发现不对 就不对 因为鱼丸他没有叫 他也没有 他也没有那样哈气 然后他只是 就是趴在那个下面 趴在那个超火的身下 然后超火就啃他的脖子就咬 然后鱼丸你知道他在干嘛吗 他就把屁股撅起来了 他就把屁股撅起来了 他腿还一直在往后面呆 然后 然后一下就给超火整懵了 你知道吗 超火是过去打架的 然后比如说他就撅屁屁 你知道吗 然后一下就给超火整懵了 超火就没打他了 然后就时不时的试探 就过去试探 但是超火他不行 他不行 他不行 他没整了 然后后面他又打鱼丸 我真受不了了 我真服了 后来他们两个又打起来了 然后后来鱼丸他也不撅屁屁了 然后我就把他们又分开了 我真服了 我看了他们看了一个小时 哇 一开始给我老激动了 对啊 对啊 之前鱼记得超火贼行啊 天天往外跑 想出去找小母猫 结果好假回不行啊 就一个小时他们都就是那种互相试探 你知道吗 互相试探 后面直到最后打起来了 后面鱼丸也不主动了 然后我就把他们分开了 这个时候我也要上班了 我也没时间看他们了 就把他们分开了 就中间 就是他们两个一直隔得很开 然后鱼丸就一直想找超火玩 然后超火他就一走开 鱼丸就跟着他 然后跟着他 然后超火就又扑到他身上去 但是就只有扑到身上去这一步 我后面就没有了 你知道吗 我当时就在想 是不是我在 所以放不开 但是我又怕我不盯着他们 他们会打架 肯定拍了照片 但是这个照片没有 拍的时候 你知道吗 拍的时候 就只有一张 我就只拍了一张 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一张吧 这一张就是刚开始他们见面的时候 就鱼丸撅了个小屁股 然后超火就在旁边就是愣住了的那种 你知道吗 给你们看一下 没有他们没有实际性的下一步 就是我只是抓拍了一个 他们两个没有打架的照片 看 你看 小母猫的这个动作就是因为他在发情了 对吧 他把那个小腿那样蹬 一直蹬 然后你看 超火就在旁边很傻愣的那种 就感觉 废物你知道吗 谢谢你 就是很废物的感觉 谢谢死于中 谢谢死于中 真的废物 太废了 他真是给机会不中用啊 没有当时 当时我都看到了 超火他都把腿 就是 垮上去了你知道吗 但是没抓拍得下来 但是他就垮上去了一下 然后后面就没了 割了吧 割了吧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应该应该应该他们是就是还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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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啊可能不会对不会 要么就是我刚刚在那边他放不开 因为我一直就是在旁边盯着他们 因为我怕他们打架嘛 所以我一直在旁边盯 而且我也没见过 所以我就 知道吧 我就很好奇 我就一直在旁边看 我就一直在旁边看 这怎么教啊 真的教不了吧 我怎么教啊 WTF 这不能教吧 他教我会咬我的 他们两个打架的时候 我都不敢 我都不敢扒了他们 我都拿扫帚给他们打开 而且中途他们有钻到那个床底下 但是那会儿 鱼丸感觉叫的可惨了 就是感觉好像他们两个在打架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把他们拿扫帚赶出来了 咳 但是那个床底下就是很窄 他们两个应该是怒不了 他们两个就应该是在里面有架 我估计 争夺地盘 反正现在就感觉 鱼丸的话 已经就是不会反抗超火了 就如果说超火要在他身上 就是咬一下或者是挠他 或者怎么样他都不会反抗了 就现在是属于那种 就超火感觉还有点那个 有点神经病 就时不时他要去 就是去追一下他 或者去扑一下鱼丸 现在关系应该好一点呢 就不知道 就不知道就是 我打算今天晚上我下班了之后 再把他们放出来 就是再把他们放出来 然后让他们两个人 就是 就是再玩一会儿 放出来我怕他们打鱼丸 我怕超火打鱼丸 之前超火打鱼丸 我不偷看 我不偷看 我不偷看我怕他们出事 他们就是我想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见过 猫猫猫他们 嗯 就是他们是会就是边边就是去咬对方吗 就是会那种就是微微的咬的那种吗 他们会这样吗 谢谢你 谢谢你 是会就是那样是吧 会的 会咬脖子 哦 哦 公猫会咬母猫的脖子 哦 哦 那就是说 那就是说他们不是在打架 啊 那那 那他们在床底下的时候不是在打架 那那母猫会叫吗 就是会叫的那种好像很痛的样子 我没我以为他在打架 所以我给他拿哨子赶出来了 哦 会的是吧 还会叫的很惨 真的假的呀 哈哈 我以为他们之前老是打架 我以为他们在打架 你知道吧 我害怕 哦是这样子啊 那就是说他们两个只要有这种情况 就是说我可以不用管了 是不是就证明他们两个不会打架了 就他们两个如果就是有这方面的意向的话 有配对的意向 是不是他就不会有领主 领主 领主 领主意识了 就不会去打架了对不对 哦 但是他们两个的种类不配呀怎么办 不是说两个短腿不能那个吗 没有 没有 之前他们是真的打架啊 之前他们真的是打架啊 之前他们真的是打架啊 因为他们两个就有爱情在 是吧 所以我们就不要干预了 而且我跟你说鱼丸最近他就是天天叫 你知道吗 天天在那个房间里叫 叫的老大声了 可能结束了之后继续打架 真的假的呀 那超火太不是人了 母猫发情不落个好像会生病 那坏了呀 那他们两个人 真的假的呀 我现在给他们强行拆开了 我现在给他们强行拆开了 现在放出来看看效果 不得行吧 我还有直播呢 你说我现在如果把 如果把超火嘎了 我是不是就是太畜生了 不能嘎呀 不能嘎呀 这怎么能嘎呀 这不能嘎吧 现在嘎了就废了 真不能 现在嘎了会恨我一辈子的 他得天天晚上摇我的脸 不能嘎 要不把他们抓到房间来 抓到我房间来 我一边跟你们直播 一边看直播 不行我害怕 我怕他们打起来 我等下控制不住了 万一我控制不住 他们熬我怎么办 而且我一直在旁边这么大声 他们怎么弄啊 弄不了一点哦 弄不了我 不得行不得行 说了有人在他们不会那个 你们怎么 怎么这么好奇啊你们 我今天本来是想的是这样的 我们家那个厕所不是有一个窗户吗 我当时想的是把他们两个关到厕所 然后我偷偷在窗户那里干 结果我把超火放到那个房间里去了之后 鱼丸他不出来了 他躲到床底下 他不出来了 后面我把超火一放出来他就出来了 拖着对猫不好吗 那今天晚上吧 今天晚上必须让他们整 今天晚上我假装不在 今天晚上把他们放到一个大一点的地方 让他们整 我说为什么 今天 鱼丸跟 跟超火他们两个人一直在 那边玩的时候 一直那个超火一直看我 现在吧 不行 不行 你们怎么这么急啊 我把他们打架 我真不能把他们直接甩在那边 不行 真不行 就是把猫放到小小一点的空间里面 最好对不对 那就今天晚上就给他们放厕所 我直接录个视频 行吗 我也不在那 我就把我的手机架在那里录视频 然后 完事了之后 我在看视频 没毛病吗 对吧 不能开直播 你们没看过呀 啊 不行 我到时候 我必须 我必须在旁边听他们的动静 你知道吗 我不露头 但是我要听他们的动静 知道吗 我怕他们打架 如果真的是打得很凶 我要上去制止的 没看过 我也没看过 我也没看过 我都不想上班了 我今天我都不想上班了 我真不骗你 我现在就想去 今天差不多四点钟的时候才开始了 不得行啊 直播不能播这个 你在搞啥呢 你在搞啥呢 不可以播 谁跟你们说可以播 谁跟你们说的可以播呀 不能播 不可以播 真的不能 还要关灯吗 那怎么看得见啊 谢谢小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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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世界都能看 这是直播管得很严的 我真服了 我害怕 我不得行 我害怕他们打架 不能 真不行吗 真不行吗 他们两个今天差点就那个了 没那个上 我看他们现在什么情况啊 我去瞄一瞄 我看操伙在干嘛 我在门口 我在我门口听长根 现在对鱼丸的兴趣不大 鱼丸现在也没叫 鱼丸在他房间的门口 超我在我房间的门口 我竟然成了那个第三者 不行不行不行 他们现在他们现在兴趣不大 必须要让鱼丸的兴趣巨大的时候 你知道吧 你知道吧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门口 真的要晚上 有可能他们下午都说不定在那个床底都已经弄了 兴趣肯定不大 因为小猫都没有叫 今天中午的时候小猫狂叫 跟那边喵 跟他叫 谢谢王大壮的六个飞机 谢谢王大壮 对要等 要等鱼丸叫的时候我们再放出来 比较好 不然可能就会打架 知道吧 反正鱼丸现在兴趣大不大 我不知道 反正你们现在兴趣挺大 你们冷静一下好吧 谢谢王大壮的八个飞机 谢谢 谢谢 你们这是硬来 本来他们两个关系就焦灼 好不容易因为今天这个事 稍微缓和了一下 干嘛 非要现在弄 那也不是你让他弄 他就能弄的呀 我不大 我一点也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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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今天晚上他们在叫的话 我就 我就给你们录视频嘛 到时候给你们发一首视频 但现在鱼丸确实没叫 今天中午的时候它就 今天下午的呢 我那會兒他就狂叫 所以我才把他放出來的 知道吧 我今天 今天沒吃飯呢 先搞定我自己的飯 今天晚上吃了什麼呢 我今天是吃肯 肯雞 肯德雞還是賣牢牢呢 最近很喜歡吃肯德雞和麥當勞 然後我每次都是 我都是在說 到底是今天吃肯雞還是賣牢牢 不好意思說順口了 我忘記在直播了 吃個玉米杯 吃個玉米杯 然後再吃一個 最近還有點喜歡吃那個香玉派 挺好吃 但是我又有點不想吃了 有點膩 吃一個 哇這裡面還有馬卡龍 馬卡龍 哇 不能吃冰淇淋 這個房間裡面 不能吃冰淇淋 冰淇淋不能吃啊 今天嗓子好沒有沒有那麼咳嗽了 我感覺 我感覺 繼續這樣保持下去 我的咳嗽應該馬上就好了 今天咳嗽很少了 你們猜怎麼著 你們猜 我這一次的咳嗽到底是怎麼好的 這一次的咳嗽根本就不是吃藥吃好的 這一次咳嗽是喝冰糖雪梨 喝好的 冰糖雪梨然後再休息兩天 然後就好了 我每天給自己燒一壺那個冰糖雪梨 然後這兩天就咳嗽咳得很少 嗯 對於某天某嬰你跳了幾天的舞怎麼評價 我說實話 對於這些剪四瓶的人我只能來說 兩個字 優品 好吧 我看了這個舞蹈之後 我甚至都覺得我也可以去跳一個這個火 喝這個冰糖雪梨確實是很舒服的 一會兒再倒點水 然後再把它再煮一遍 它這就是倒水然後煮一遍 然後放點冰糖 先把外賣點了 我點了什麼啊我就點了這麼多錢 其實我覺得今天晚上我可以不吃飯 但是我想吃麥拉雞翅 吃麥拉雞翅吧 謝謝你 謝謝你 放雪梨啊 雪梨放了然後再放冰糖 然後再放水 很簡單的 謝謝你 還挺好喝 謝謝 謝謝艾斯卡路爾的飛機 謝謝波羅 不不謝謝菠菜 謝謝菠菜 謝謝菠菜的 飛機 好開心啊 今天今天今天讓我看到了 超火和魚丸能夠一起生活的 一起生活的那種希望你知道嗎 之前我就一直在擔憂 他們兩個老是 就是過不到一起去以後怎麼辦 以後魚丸就好慘 好開心啊 結果他們今天 讓我看到了希望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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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但是他們之前真的打架打得很兇 一開始 一開始真不能把他們放在一起 我說實話真是因為魚丸 養了這麽久然後到發情期了 現在才稍微就是對超火沒有那麼怕了 一開始剛來的時候 那麽小一隻可害怕超火了 而且那個時候他是真的討厭超火 超火咬他的時候他就會哈氣的那種 然後又哈氣又害怕 謝謝餛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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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餛飩的超火 大氣 是啊 每次一見面超火就先薅掉魚丸的毛 先把他的毛薅掉再說 然後每次一看到這一個場景 我就趕緊把它們分開 我就開始揍超火了 所以你要再要是這樣的話 你以後這一輩子 你就只能在門口看他了 現在好了 就看你今天晚上了 就看你今天晚上怎麼說了 貓咪在發情的時候真的不能 旁邊不能有人嗎 有人他們真的不會弄嗎 而且是不是 而且是不是 就是 而且是不是就是 他們弄完之後母貓會打人啊 他就想著就 就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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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打人 一邊揮爪子 一邊就是嘴裡罵 就這就這 我已經不能 我現在已經進不下心來了 今天晚上必須早點下播 必須早點下播 我今天必須要預留三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看他們 知道吧 預留三個小時 他們的房間就在我的房間 就在我的房間開始 今天晚上就把他們放到我的房間 我在那邊假裝不在 假裝不在 謝謝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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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睡覺 對 裝睡覺 我真的是好期待喔 真的好期待 不過說真的 他們真的不會打架吧 他們不會前一秒還在 就是 還在追屁屁 後一秒他們就開始 咬死對方吧 應該不會有這種情況發生吧 那他們 就他們弄完之後 會不會 就是關係變得好呢 不會那樣 會咬脖子 就說咬脖子是正常的 是吧 還有咬哪裡 你們先提前跟我說一下 到時候我好判斷 他們倆到底是在打架還是在 那個 玩死了就會離開是吧 關係變好就是咬脖子 呀 那今天超火 咬了魚丸的脖子 一直咬 一直咬 咬脖子是不是就代表他 就是跟他很好 因為一般貓媽媽就是咬的 小貓的脖子 咬後脖子是正常的 可能已經完事了 反正今天他們鑽在床底下的時候 有一陣子就是魚丸就特別的那個你知道嗎 他叫的有點慘 當時我以為他們倆在下面打架呢 然後就拿掃把他們兩個趕出來了 後來 後來魚丸他就 觸個小舌頭 就感覺好熱 你知道嗎 他就躲在那個機箱後面去了 然後呢 超火就在下面守著他 他呢 咳 他們倆都是第一次呀 他們兩個都是第一次啊 哦 我不要干涉是吧 懂了 我懂了 记录一下 猫咪那个的时候咬 厚脖子 是正常的 如果钻到床底下 证明他们害羞 咳咳 如果 如果叫的话 是正常的 因为小母猫会痛 不要干涉就好 对吧 眉毛病吗 这波总结的没毛病吗 恢复好点了 恢复好点了 就说对于母猫来说是痛苦的 说母猫 有可能就是完善了之后 会打他 会打工猫 不过是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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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團彩我氧氣管了的火箭 謝謝 謝謝 謝謝團彩我氧氣管了的火箭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現在腦子裡面全都是這些東西 沒有一點想法直播了 哎呀下班了真的服了 不行不行不行不能再聊這個了 不能再聊這個了 現在興趣不大興趣不大 得等晚上我必須要全程在我才能放心 好吧 我不能不能讓他們就是那種 嗯 離開我的視野我怕他們打架 我怕他們打架然後受傷 到時候我更麻煩還得送給寵物醫院 就很麻煩了你懂嗎 謝謝團彩有氧氣管了的火箭 肯定有路呀我直接拿個支架放在那裡路 等他們突破了這一層難關 他們以後就能和平共處 他們兩個就可以在家裡面自由活動 哇多幸福呀 兩隻小貓天哪 想想就覺得幸福 而且魚丸又給爆 對吧 哎呀太幸福了 太幸福了 到時候如果懷小貓了怎麼辦 到時候懷小貓了怎麼辦 懷小貓了 天哪 那我就留一隻 然後我其他的我就送粉絲 你們有想養的就可以養 好不好 但是要提前報名 因為養小貓必須是這個人非常喜歡小貓 非常想養這個小貓 才行 現在已經想得很遠了 他們兩個才剛剛咬一下脖子 我就已經開始想著怎麼抽他們家的仔了 我真是服了 我想得太遠了 好 太誇張了喔 不能這樣想 那他們 他們要是要下一撥仔仔的話要多久呢 三個月啊 哇好快喔 嗯 嗯 那 那他們兩個如果說 那 那超火他如果有 有貓貓了 他他能知道他是他的爹嗎 他能知道這些不 他會不會知道他是他爹啊 要是真不知道那就打他一頓 怎麼可能不知道啊 殺男 公貓都不負責的嗎 玩一身出來是長腿的不可能 不可能 殺貓 有這樣的嗎 對呀 我覺得應該知道吧 他應該聞得到他自己的胃吧 他要是到時候不知道 如果說退一萬步來說 如果說魚丸 他就是懷貓貓了 然後把貓貓生下來了 如果說超火 他甚至還要咬那些小貓的話 我直接第二天就給他帶去結紮 你這一輩子 你都別想再那個了 謝謝冰封的賺粉 謝謝冰封 畜生啊 那也太畜生了吧 咳 魚丸現在就是非常的膽小 知道吧 然後你知道那個超火 超火從小養到大 身上全是箭子肉 你知道嗎 你別看他那個毛 就是他那個毛就是感覺很少 你摸他那個胳膊 裡面就是可以感覺到他那個胳膊上是腱子肉 是那種肌肉 然後你像魚丸抱起來就是那種軟軟的 你就拿那個 你去捏那個超我的胳膊 我天哪硬的 硬的 他立刻大了 就比如說有時候我想給他剪個指甲 他那個時候不想剪指甲 他就那麼傲啊 我拉不住他的 真不是肥肉 他的腿 他的那個胳膊上 真的那個肉是硬的 猛男 超火偷偷健身 啊 是的 有可能就是因為這個所以他不行 有可能就是因為這個所以他不行 天就想著健身 我現在我就在跟你們科普呀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 現在在跟你們科普嗎 我也沒辦法呀 那我都沒想過他們會想的那個 之前他們都是打架 我都是邊 邊看他們的境況然後邊科普 邊擺度 知道嗎 貓貓怎麼交配我去 瞄懂視頻 世界如此簡單 貓怎麼交配 通常貓咪交配的話 首先需要我們這個母貓是在發情的一個狀態 然後兩隻貓咪相處一段時間 如果兩個人覺得感情不錯看對眼了 那就可以開始了 然後這個時候呢 通常母貓的話他會把尾巴翹起來 然後貓貓會去咬住母貓的脖子去固定住 然後就可以開始交配了 一毛一樣 貓貓的陰巾上是上次的 這樣的話可以刺激母貓去 這個破膽 發什麼啊 男朋友被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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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太那個了 他說的話太那個了 不好 浮啦 這什麼科普呀 這個只能下播的時候看 這個只能下播的時候看 不得行喔 不得行不得行 順序都對 那就 那他們兩個就不會那個 就不會打架了 哎呀 下次要等小貓在叫的時候 然後就放他們兩個見面 啊 然後就放開 知道吧 就放開 啊 然後就讓他們兩個順其自然 哎 我就不拿掃把了 我就不拿掃把了 沒問題 不行 我覺得有問題 這種視頻我只能一個人看 一個人看我就覺得很正常 但是這麼多人同時在看 我就不行了 我就覺得很怪 不得行喔 不知道嘛 不知道嘛 沒事下次還有機會啊 今天晚上看一下小猫叫不叫 小猫叫我就把它放出来 现激动的小蘑菇的飞机 谢谢 谢谢 好了 我们不聊这个话题了 再聊我一会就不想直播了 我想去看戏了